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满怀着抱一箭之仇的日军部队近距徐州 当他们发现竟然已是人去沉空时候 一肚子怒气是难以想象的 摆在眼前的事实 不仅歼灭我军主力的算盘落了空 连如何向大本营交差都成了十分尴尬的问题 寺内和田军六当时只有一个想法 那便是追 至于国军这方面 在五月下旬已经完成了离心退却 按计划路线抵达了豫南和晚西一带 连负责掩护的六十八军刘汝明部队 也巧妙地闪过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 安全转移 许州大突围的成功 说明了我国浮原辽阔的妙用 和日军任有多少重兵也包不住的无力感 由于我方能充分掌握空间的优势 并以此换取时间 进而累积而成了最后的决胜筹码 徐州的图围是成功的 但我们也别忘了 那毕竟是五六十万大军 和难以计数的老百姓 在交通工具缺乏 满天都是日本飞机炸射之下运动的大行列 这番景况除非身历其境的人 是很难想象的 当时侨报记者马树里回忆说 有设计后的帮忙 我回到了徐州 见了 才知道 敌人已经 不进徐州的郊外 同一同来的 那是位菲律宾人 他已经在当天 跟着第五舰区 司令长官李仲仁 跟他们一起去走了 我在这种心之下 一人在那盖上彷徨 我就碰到大公摩的自己的范长健 他告诉我 说还有啊 一部赏病的车就要开出 我赶快跑到 赤州的虎翠站 我已经进了一列的赏病的车 我就爬上了 一年这个 这个贴口车的 转户用的车线 直接到各个车线里边 或者车线的顶上 都自无的难民 上面在车线里边 在车顶上 和这个忽翠里边 差不多是难民 我也在难民群里边 跟着忽翠 先龙岸路上 先这个齐开 一二天开始 就找到 敌人匪夷的车 无论前后的车线 都中了他 只见到 青岸镜 这个 好多的伤病 和难民 被炸得 血弱模糊 尤其最近的 六九十多工程 马书里所看到的 也许只是 他的一己所见 但以图可以说明 战时的突围 撤退 是在何等 惊险的近况之下 进行的了 战后估计 中国军民 在整个战争中的 死亡人数 高达三千余万人 其中25% 并非死于战场 也不是死于后方 而是死于 跋涉逃亡的运动之中 就像此时的情形一样 这位年轻的 侨报记者 后来投入 战底新闻工作 1949年 随国民政府来台 在蒋经国时代 任中国国民党 中央党部秘书长 现在 让我们再来看 东京 日本统帅部这边 这个时候 他们仿佛已经感觉到 在中国战场上 处处立于被动地位的麻烦 为了给予要消弭 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惧感 他们决定加注了 日军大本营 最新的作战方针 是这样的 一 围攻徐州的部队 沿淮河 由东向西 边追边打 二 华中派遣军 主力沿长江西上 三 华北方面军 南线郑州 走平汉路南下 三路日军的目标 都指向了当时 我国抗越的 统帅部所在地 武汉 武汉大会战 也由此展开了序幕 在谈到武汉会战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当时全国的战略形势 时至1938 民国27年5月 徐州棄手为止 仗其实才打了十个月 而中国方面 则已经失去了长江以北 平汉路以东的 十六个重要城市 也就是地图上 这些画了红圈圈的地方 这个时候 我们政府已经迁都重庆 而中国最高的军事指挥部 则还在武汉 日本当局 想要彻底击败中国 武汉便自然地成为 他们的次一攻略目标 在中国这方面 武汉不仅是大别山下 长江中游的最后防线 也是政府西迁途中 许多重要物资的转运点 一旦武汉失守 这些物资还来不及消化内移的话 那么当初来自金库的那段努力 就要付出流水了 所以国军必须在武汉拼上一拼 就算保不住 至少也不能让日军轻易得逞 这便是武汉战前的情势 1938年五六月之交 华中一带天气炎热 在东起金浦路 西起平汉路这一大片土地上 五十余万中国军队 正带着疲惫的身躯 在交通几样状况极为雨漏的条件之下 向西缓缓移动 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即紧随在后 一路追杀过来 保卫武汉的前哨战 就在这种状况之下 分别在河南 安徽和江西燃起了战火 首先进入战场的是 华北的土肥园十四师团 他本来是要驰援许州的 这个时候掉过头来朝西 逼近了龙海路上的南风 五月底 南路的106师团和波团支队 兵分两路 沿长江近喜安庆 六月六日 日军已经破蓝风 下开风 向郑州通进了 一旦郑州失守 日军浩浩荡荡的机械化部队 在平均的远眼上顺着平均路南下 多则十天 少则一星旗 便可以直扣武汉的大门 信阳了 而我们从徐州撤下来的部队 还在半路上的 显然 摆在眼前的当务之席 是要阻挡日军 沿着铁路干线快速的南下 在武装部队无力抗衡的状况之下 彻底破坏交通 变成了唯一的方法 就这样 我军于五月下旬 炸毁了平汉路上的郑州铁桥 这座桥建于1899年 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桥梁 今天 在老桥的西边 虽然已另建新桥 但在原址 还保留了一段桥身 以纪念昔日 为国捐躯的壮丽 在枯水季节 残缺的桥墩 仍会浮出水面 为当年的千军议法 与万般无奈作证 另一个痛苦的抉择 是掘开黄河的堤防 以天然资源 阻断日军的攻击路线 其实 这个构想早在一个多月之前 陈果夫就已经提过了 当时 只是要掘开北堤 防阻日军南下 增援徐州 后来 姚总 罗仁清 黄兴武 何成蒲 都做过同样的建议 但政府当局 不及决堤 不可以确底 但河水泛滥 也必将殃及民众 因此迟迟未能决定 直到6月3日 日军 日军 以兵临开封 军事委员会 才批准了刘仲元 和谢成杰的报告 令林卫 密殿城前 决堤防水 黄河 本来是孕育 华族文化的官庄 但它的壮阔 狂野 也是历代祖先 奋斗征服的对象 我们从奔腾叫嚣的 黄水中 学会了坚韧 也学会了包容 今天民族有难 他又像母亲一样 展开双倍 成为孩子们的守护神 决堤地点 最初选在 中谋县的赵口 6月4日早上6点 53军 派一个团的兵力 挖了一天一夜 挖不开 第二天 又加了一个团 还是无功而返 城前决定换人 这个任务 最后落在 新边第八师师长 讲在真的肩膀上 他在和黄河水利会 专家言商过后 决定改在 郑州东边不远的 花园口开掘 三十八师 也用了两个团的兵力 连挖带炸 还用大炮风 终于民国27年 6月9日上午9点钟 掘成了黄河的掘口 这时正值逃训 加上中日豪雨 黄河的水 有如从天而降般 汹涌咆哮 一泻千里 差时间包括 四十四个县市 五万四千平方公里 相当一个半 台湾这么大面积的土地 一片汪洋 形同则果 黄河的堤防 历经几千年的修补 十分牢固 车子行经骑上 就像开在六县道的 马路一般 当年的爆破 是从一个点 向左右延伸的 所以今天在花园口 已找不到星巴斯 施工的历史痕迹 当地居民说 大概就在这一带吧 黄河掘口 形成了从郑州到 磅布长约一千多公里的地障 黄范区以袭的日军 尽遭卧军殲灭 以东的机械化部队 只好望阳心探的 至于水里的呢 更是再服再沉 死的死 伤的伤 战斗力尽失 因而 游北向南的计划 完完全全泡了汤 东九迷宫的第二军 不得不绕过范区 由东北转向合肥集结 再速将西上 这一来足足耽误了 三个月的宝贵时间 1938年的黄河掘口事件 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评价 但从事后 国府对国际社会隐瞒真相一事 可见当时的抉择 是十分痛苦的 不过后人 也许正可以由此 去感受当时国家 楚宗之恶劣 对日作战之坚固吧 在当时 对国军而言 这三个月 可是要命的九十天 因为华北这一路日军 假如顺利地沿着平汉路南下 鲜持得点 攻陷武汉 那么从万南强行军 西奔的国军精锐部队 是将被安庆西上 和武汉东下的两路敌人 揭面于大别山下 与长江之兵 但现在情况却有了改善 因为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 安营扎寨 构筑公使 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战斗 6月20日 军事委员会在行营 举行武汉保卫战作战会议 会中决定了四项重要策略 一 各有关战区积极出击 牵制日军力量 二 在鄱阳湖以东迎接日军 不惜与敌人决意死战 三 在武汉外围布置重兵 并利用地形加强攻势 逐断持至日军进袭 四 在外溢争取主动 以达到消耗敌军有生力量为目的 换句话说 武汉能保得住部署上策 万一守不住 也要让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此一战略方针之下 委员长以长江为界 把兵力分成南北两个战场 江北战场规划第五战区 仍有李宗仁负责指挥 统辖23个军 主力的部署北起大别山西北 蜿蜒而下 至于长江北岸 一山傍水迎急来敌 江南战场由武汉卫数总司令 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 共辖27个军 主力配置于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 跨湖北 江西 安徽三个省份 战线长达400余公里 南北两军共计117个师 总兵力达110余万人 这些部队50%是徐州图围 所保存下来的实力 在日本这方面